张宝宗秘书长和梁颖章主任 今天由台湾生长部二组总干事 郑培氏 省农会总干事胡隆宝 和张华县长陈世英等人的陪同 首先参观了 薄酒奶加工厂的各项设施 和鲜奶制作过程 张秘书长在参观中 对于牛奶的装瓶 和杀菌处理 以及生产过程 有详细的询问 张秘书长对于该厂 配合发展中部乐农事业 供应学童鲜奶 和全面推广鲜奶计划 表示赞许 张秘书长等移行 今天下午 并且到云林县赤通江 参观了全省最大的 低毒性农药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